为了解决台东人买不到车票的问题 立委刘兆豪三号在立法院质询时要求台铁台铁局 要规划每天早晚折定一个列次 供台东乡亲优先订票 疏解订不到车票的困难 台铁局也允诺在两个星期内要研议规划 尽速配合办理 台铁花东干线在未完成双轨化之前 运量一直无法有效提升 也让台东民众购买火车票 总是一票难求 台铁推动实名制订票机制 让花东民众可优先购买订票 不过却仅限连续假日 立委刘兆豪也提出改良型的实名制 希望加会更多台东的民众 就是连续假期或平日的时候 要去上网为自己买车票 但是对我们台东人来讲 买车票这件事情 这几年来几乎就是一件 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每次到特别是在连续假期 或者是暑假的时候 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保障那些人 他要出外去看病或恰功 或者是其他警局的事 有必要的人或者要返乡的人 我们在每一天 应该要至少要有来回各一班次 让提长 我们14天开始卖预售票 那前三天 前三天让身份证是V的 前三天让身份证是V的 然后他如果出发地 或者是停靠地是玉里以南 为什么包括玉里 因为玉里也包括成功长兵的民众 他会在玉里上下车 在玉里以南的 我们这前三天要开放让他先 先买车票啦 而且我们实名制平长 我们现在在连续架起 实名制已经在做了嘛 我们现在就把他落实 落实在平日这样而已 好 现在我已经帮你们 我这都跟你们当然研究好了 我们挑了几个班次开始来做嘛 好不好 就是我们台北台东的408 还有台东台北的431 台东台北的405啦 这三个班次 我们先来做这件事情啦 透过改良型实名制的实施 刘兆豪也希望能舒缓台东民众 买不到车票的窘境 而台铁也云落将在两周内 规划研议 记得潘俊伟台东综合报导